福寶 福寶因为不会披竹子 讯息如头条新闻般的传回了韩国 今天福寶登上了高处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思考与学习 让大家知道福寶的厉害 福寶新的玩具来了 是一个竹藤编程球形的肉食器 可以训练动物思考 如何从肉食器中取出食物的技巧与方式 包括固定、咬取食物的力度、取食物的方位 截取食物的方式等等 意为是一种风容 福寶现在正在想办法取出球中的两个胡萝卜 只是见他不断的翻滚球尝试方向 终于 好想帮忙捡啊 相信现在大家都在帮忙找吧 福寶找了一圈还是没有 再回来尝试第二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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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竹笔 很足远 啊 有良好的 福寶看到这么长的竹竿 应该都蒙了吧 calls 鸟筹 我猜在那个时候的脑汁 不限的画面应该是这个 但现实是 这跟竹竿长得像没有镜头一样 结果才过了一天 我们聪明的扶猪猪 就找到了破解之道咯 猪猪找到了竹子的裂合处 双手在裂合处用力一撕 这样整根竹子就被分成了竹片了 猪猪在将竹片用力的一摇 轻轻松松解决问题 整个过程可爱优雅 我们也来参考其他几只熊猫的方法吧 小奇迹的靠紧拉扯法 萌兰的大头披竹法 小白天的可爱对披法 萌兰的鼻子披竹法 当然远在韩国的宋爷爷 现在也在实体演续 两只小只的在批竹的原理与方法 两只小只现在也开始实体演练咯 萌兰的鼻子披竹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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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萌兰真的很开心呢 近距离的接触游客 萌兰的鼻子披竹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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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明天见咯